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变成独树一帜的宋派八卦掌 距今150余年历史 宋派八卦掌第二代传人赵延荣 上世纪1920年在丹东市满洲饭店后面开设延荣舞馆 从此 宋派八卦掌在丹东得到传承与发展 现在 丹东宋派八卦掌的传人是宋承敏 宋承敏今年64岁 退休之前的工作是社区党委书记 在2015年2月退休后 被散聘继续任职 那么他的另一个神秘的身份就是丹东八卦掌传人 宋承敏在1977年拜朗徽叶为师 开始学习唐蓝拳等拳法 在1984年开始正式练习八卦掌 至今快40年了 他说 八卦掌对他来说 已经不单单是拳法那么简单 更是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承敏的师傅朗徽叶是他父亲的同事 也正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 他跟从朗徽叶开始慢慢接触八卦掌 他现在是丹东市无数协会副主席 八卦掌六段 他一直都没放弃八卦掌 他说 这将是他毕生热爱的事业 我的师祖叫宋长永 他是东海川先世的第二个 他练这个八卦掌和其他掌法 有本质上的区别 他是一位属于先前八卦掌 掌法古朴实用 我的师爷叫赵炎荣 当时他是北京的 就是战殿将军 1876年丹东是设立县以后 那时候丹东还有东殿道 东殿道有一个叫前游的道友 他到丹东来 我这师爷赵炎荣 就是他的贴身刺猬 等以后就是清朝灭亡了以后 我这师爷就留在丹东 我1970年在咱们国家临时郎会业为师 系统学习长拳 烫浪拳 还有一些器杰和对练 我84年开始学八卦掌 一直到1999年 到现在一直都在坚持 一直都在坚持 在他练习八卦掌的这些年 他收图参加比赛 用他自己的方式传承发扬光大八卦掌 宋派八卦掌虽然起源于北京 但如今只有丹东继承了最完整 最正宗的宋派八卦掌 2008年 在香港国际名书比赛中 丹东宋派八卦掌传人获得金牌奖 2012年 元宝区宋派八卦掌 被陆入丹东武术类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 StatницейEl 公众所透明的同志 一句内容的同志